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菲律宾南部 明达纳俄岛的三宝岩 有着西班牙建筑和美丽港湾 一个原本应该宛如天堂的地方 却因为长期饱受天灾与人祸战乱的肆虐 导致民不聊生 让人更难过的是 这里的民众因为战火波及和疾病 手脚残缺的个案相当多 而这贫病交迫的生活景况 也让三宝岩变成了苦难地狱 1998年 此季菲律宾仁义会 因为一枕踏上了这块土地 发挥大爱的能量 带来希望的曙光 人间因为人心不调和 这种的动荡不安 那样的社会 昏暄都是难过 有一群人称为反抗军 这种反抗军 他们都要争取独立 常常战火 对峙这样的冲突 所以让三宝岩变到现在 既他们所说这几年累积下来 那无辜的老百姓 断手断脚的人口 有六千多人 那么次季人 从在十五年前 那就是1998年的十一月 第一次我们到了三宝岩 去做一场大型的议诊 发现到苦难人偏多 残疾人也多 穷人也多 这一群人 人人的家境困难 为那一次的议诊 那接下来这一分远 从那个时候开始 常常有去办一诊 或者是花放等等 那这样的爱的能量 就在当地建立起来 在三宝岩变成 菲律宾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 三宝岩最大的不同 是这个地区拥有24%的穆斯林人口 过去三百年来 宗教争端与独立议题 使得这个地区动荡不安 甚至被冠上 菲律宾治安最差地区的恶名 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人民不但穷苦 也使得疾病丛生 1998年 当三宝岩还处于宗教冲突对立时 菲律宾人议会 仍排除外难 从马尼拉来到三宝岩议展 他们员来几次 所以当我们来到 touching会为三宝岩 三宝岩 当一下 洞子会 菲律宾 菲律宾 说 其实我们没有到一幅免了 一次 我们去这个地方 三宝岩 二十五十二十一戏 所以是否需要你帮助自己的時間 你為何不設置 津智的辦公室 然後繼續我們做的事 看盡了當地人民的需要 有心想要付出的楊偉順 儘管信仰的是天主教 卻不畏艱難地扛起了這個重擔 2000年成立慈濟三寶延聯絡處 他擔任負責人一職 從此慈濟在三寶延踏出慈善腳步 更因應當地的需求 2004年成立慈濟大愛復健 即一支製造中心 2008年慈濟大愛眼科中心 也開始啟用服務病患 我們現在的唯一獨自治療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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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位於三寶延的慈濟大愛復健 即一支中心 看到在這裡工作的RICO 很難想像早在2004年 他的兩條腿就已經截肢 以往的RICO因為常年抽菸 導致動脈血管硬化而截肢 失去了行動力的他 根本無法撐起家中的經濟 使得女兒在13歲時不得不離家打工賺錢 目前菲律賓的人民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處於貧窮現下 他們每天的生活費用很少超過台幣33元 而製作一支膝蓋以下的一支必須花費台幣7萬元 當時的RICO根本不敢奢望自己這輩子 有能力負擔製作一支的費用 對於人生也只能抱持著得過且過的心態 直到遇到了慈濟智工楊偉順 所以我告訴我什麼要做呢 所以我告訴我如果喜歡的話 我可以把她搭配給她的餐廳 我告訴我我們不可以把她搭配 但是我們不可以把她搭配給她的餐廳 我告訴我OK 她是OK嗎 所以在那時候我告訴她 OK 但我可以把她搭配給她的餐廳 現在裝了一支的RICO行動自如 已經從受住者轉變為助人者 她要幫我幫忙 要幫忙 她會來跟醫師再聊 她會來自找醫師 她會來自找醫師 她會去那裡 如果她要留在這裡 她需要在這裡 她會去哪裡 她要回到她晚間 她會做抗術 讓她再回家 更令人高兴的是 Rico的女儿不再离乡背景 回到家里一家欢喜团圆 杨伟孙之士是一个天性的天主教导 但是他让祝贼这份爱感动到 在那个所在开始就用于成大那 在那开始做很多组织的书 生丹了组织的书 要怎么背拥人 要怎么在那里 修好苦人人 在那个所在 他们生了一个二级的重心 要怎么去做二级 要帮助他们的 就是用二级让他能够两只脚的走 能够两只手的做事 所以他们开了这个二级 也就是帮助那种是义务帮助 当时可以移工带阵 我们要把他治疗好 开始教他你怎么做书记 这做书记可以帮助人 我们让他选择 就是心碎 像这样 那能够感觉就说 人生实在能够改变 后面这样来对立的社会 受到这么多过去的破坏 过去的人的自贴 就是受到炮灰 穿拌 这样就会沾灰 如果自这个人在那个所在 用真方法 让他们欠缺手 可以发费他的义务的功力 这样已经超过六百人 那他们的意志做得很成功 有这样的师傅来教 那样的用心来教了如何做 如何合 把他们的义务做好 装起来复健 看他们所装的义务 非常的成功 每一个人装起来复健完 跟平常人的功能 差不多多 总而言之 只要人间有爱 就是沉溺在那样苦难中的人 都有被救拔的情会 RICO接触了慈祭 找到了重生的力量 而三宝岩当地人杨伟顺 也因为参与了1998年那一场 人医会议诊 开始全心投入置业 两年后 当人医会再度来到三宝岩议诊 杨伟顺趁机招募志工 最后有13名当地民众加入 从此 杨伟顺带领着这一群三宝岩慈祭志工 前往偏远地区协助贫病 施粮 施粮 施药 从三宝岩市出发 杨伟顺今天要带着医疗团队 前往三宝岩省最贫困的城市 这一趟车城预计需要花上七个小时 在偏远的地区举办议诊并不容易 当地的物资缺乏 所有相关的物品都必须自己打理 所以他们每一次出动 光是运送桌子 药品 器材 就必须动用到两辆卡车 在市长以及院方全力的支持下 让杨伟顺这一次的医疵活动更加顺利 而且许多以往曾经受住的病患 如今也变成他最得力的助手 与杨伟顺合作无间的杰斯礼 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他接受慈祭大爱意志中心的帮助 现在只要有一枕 都会见到他的身影 而且未来杰斯礼 也将是慈祭素悟意志中心的祭师 在这里 我认为四次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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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如何支援 我用了医疗的技巧 所以我希望能助他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不能只創造一生命 或是給予本人 但要教他們 如何成為人物 如何成為一個人 看見他從一早批評至一般批評 就是成功的毅力 給我們 所以是很困難的 我們希望看到更多人 加入我們 因为三宝岩的附近也很多的离岛 凡是离岛的地方 穷困的人多 可知道穷一病都像是孪生儿 所以因病是病 因病是病 那的确都是常常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了许多了议诊的工作 到里头 到偏远地区做议诊 的确这都是要用爱心 只要心中有爱 哪怕在遥远的地方 只要心中有爱 哪怕他跟我们毫无关系 同样都可以得到受贿 所以人世间苦难人 只要世间上有爱心 苦难人 他就能受贿得救 五岁的曼多因为善气 早上五点跟着爸爸打三个小时的车 来到议诊的现场 五十岁的艾斯贝 甲状腺肿瘤已经折磨他十五年了 这个病让他的上半身随时感到疼痛 这一次的议诊现场 柯贤制医师也参与了 1998年 柯医师随着菲律宾仁医会 从玛尼拉来到三宝园 也认识了杨伟顺 之后只要有议诊的活动 柯贤制医师都会义不容辞参与 第一期议诊的时候 安装还没有 还有就是做一个系统 但是第二期做议诊的时候 就是开始合作 他们说要做议诊 他打一个电话给我 没问题 两天的议诊 医师站立的时间平均超过十五个小时 他们总计完成了八十八台刀 为什么要穿这么即可 不知道 这代表什么 histor protective 非常棒 最主要的差別是 TEMA醫院和其他醫院 是TEMA醫院的醫院 是患者的心理 他們不需要太多休息 他們只需要一間餐廳 像午餐時間 然後隔離 他們會用隔離 他們會想幫助 人們的醫院 菲律賓的一診有個傳統 手術後會幫病患擦臉 梳頭髮 患然一心後 再讓他們回家 謝謝你們 我們這間餐廳 特別的餐廳 特別是那些 看著她的臉 很特別 謝謝你 我愛你 跟菲律做醫生的時候 每次開刀以後 病人神起來的時候 看她們的笑容 最美的 那個笑容 每次看到的中的笑容 永遠永遠在路上 自己人在菲律賓 一念愛心曲 而且也知道 師父常常就會跟大家提起 所以人生苦啊 苦最苦 苦中之苦 那就是病痛最苦 雖然有許許多多的苦的項目 但是真正最難看的呢 就是身體的病痛是最苦 所以需要呢 如何來幫助呢 這一群苦中之苦 苦難人生 這都是呢 很期待能有這樣的醫療 看看菲律賓啊 這種苦中之苦 很異常的喔 我們看來都感覺到 哪有這樣的人啊 但是呢 就是這樣的人 真的實在是苦不堪啊 他們常常都會到了離島 很多很多很多的小島 很多很多的小島 但是呢 窮人啊 都是在那裡激躲 那這種離島交通不方便啊 那沒有醫療啊 一旦有病啊 都是求疑無門 而且呢 離島人的生活啊 那就是最窮苦的人 他們是從1995年的事業開始 跟菲律賓的從人醫院 那有呂副院長 還有柯賢治醫師呢 還有盧瑋丁醫師們 等等啦 他們呢 就這樣地響應著喔 到離島開始呢 去做議程 每一次呢 寄回來的畫面喔 都是看了 心裡呢都很難過喔 看到每一次呢 只能拔牙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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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总是这样的 很无奈地看一次 治疗一次 给了药 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进去 所以总是给药 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看 都还要及时开刀 还要治疗的 或者是配眼镜的 都是整套可以完全 还有现在菲律宾 也有这样的眼科的 里面的设备 都是整套很科学化 这样的一整 这都是说时间累积 医疗进步 可是还有不少人走不出来 但是医师们就要走进去 2013年9月 菲律宾的三宝岩市再度发生 政府军与反叛军的激烈冲突 十多天的枪声不断 战乱殃及十四个村里 其中有六个村庄 因为火灾或枪战全毁 透过联合国的空拍照 战火前后两样世界 估计有超过一万间民宅损毁 超过十万人流离失所 resist 我询问лемriage 为什么这状态 也犯了很大 然后把劲度可以 闻给我们 �leep 全 rolling cir 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 它在以前 也都是我們台灣人 所嚮往的一個國家 因為經濟很好 記得那個時候 我剛剛做慈濟 比台灣錢有百倍的大 但是到現在 已經都變死了 那更令人不安的 就是這一二十年來 菲律賓的治安 我常常都說 我真不開心 真是很開心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社會 會這樣的動盪 這樣令人不安 搶劫多 綁架也多 那是貧富閒事 人家說人民貴賭心 人太窮 窮到 他就是會有搶一通 但是呢 有另外的一個集團 更可怕的他就是 綁 綁架的 那我就跟他們說 唯一的辦法 有錢的人啊 要去做幫助苦難人 而且呢 富有的多數都是華人 我們呢 在當地 用當地的資源 起當地的資源 用當地的勞工 應該要回饋當地社會 你們假如能好好地在那一邊 把自己這顆種子拿回去 好好地播種 好好地來鼓勵華人 大家一起把力量集合起來 在當地呢 去付出 慢慢慢慢地 慢慢慢慢地 這種 去別人聽 就受人保護 聽進去 所以 小鎮 我們的委員 就是第一個委員 他們就回去 就說 好 我回家來去做 那就開始一服役 從一顆種子 也許多的 這份心中有愛的緣啊 就會集合起來 開始在菲律賓 從醫療開始做起 他們的疫症啊 就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全球疫症做的最好的 就是菲律賓 那這一份的愛心啊 從醫療開始 而一直普遍到慈善工作 看到了三寶爺 他現在呢 不只是在疫症而已 其實呢 慈善工作也都是平行在做 他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靈敏了這一些難民 所以呢 在這樣還是很兵荒馬亂 他們呢 就不夠一切的 就是 準備飲食 就去啊 就去啊 激難的 去服從 剖山的 在福建的內地 就是 慈善灰庭 現身就 出入水火 新自由 真的是啊 不管境界是怎麼樣的危險 用條的 用筊 這樣呢 去做救人的鼓掌 真的是很感動人 要跟大家說 唯有令我們安心的 就是要 這個社會要有穩定的 這股力量 什麼力量能讓它穩定呢 那就是愛 而且呢 就是無私的大愛 對於蕭米爭端 改變人心 重建祥和世界的盼望 三寶岩的慈濟職工 卻從未放棄過 而他們十多年來的耕耘 也得到了菲律賓政府的肯定 從2006年起 三寶岩塞爾索市長 即訂定每年的8月26日 為三寶岩市的慈濟日 我父親也得到 在楊大學的肯定 是大學的肯定 我跟楊大學的肯定 我從2008年起 從2009年起 我從2008年起 我從2008年起 揮力賓的這一次 三寶岩就不一樣 他真的正式立案 他真的正式立案 此際這個團體呢 為這個三寶岩的付出呢 是有目共睹的 只要願意付出啦 少數人就可以呢 為大多數人呢 造福 真的我們人人都可以做 人的生命中的貴人 真的很感恩 菲律賓的開頭 真的感恩啦 2013年9月底 在政府軍的震暴行動下 三寶岩好不容易平息 二十多天叛軍戰亂 但雪上加霜的是 當三寶岩民眾 正要清理家園的時候 颱風天災 也在此時席捲菲律賓南部 三寶岩慈濟志工趕緊動員 連日打包生活物資 發放生活包 及兩公斤的大米 同時也提供孩童和老人 奶粉和急泡即食的營養品 這次的叛亂行動中 三寶岩的意志中心和眼科中心 都安然無恙度過槍炮射擊 只要危機解除 就能繼續為民眾服務 這次在三寶岩 我們都已經過世了 他非常驚訝 他說 別擔心 我們非常好看 在菲律賓三寶岩 都是天天為他們擔心 看到了 當地雖然 是大家都是很驚慌不安 可是自公菩薩 他還是一樣的 在為這一群逃難者 在收容所的 他們還是張羅衛 他們花放天天都是供應 在這十多萬人 還在收容所的人 要如何呢 讓他們能安心生活下去 有基督教天主教 也來跟慈激會合 還有大學生 也願意來付出 社會的人士 福倫社也投入進來 還有伊斯蘭教的團體 青年呢 的子子也投進來 所以啊 因為這一次的 社會動盪不安 反而看到了 這種宗教人士呢 愛的能量 一直一直來匯合了 三寶岩這種的人禍 其實真的是 真沒心 未來那一萬多戶 被燒毀掉的家庭 這一群人回家 要住哪裡呢 也是很令人擔心 不過呢 你看到了 在三寶岩的社會 因為這一次的動盪呢 激發出了很多的愛心人 也是有這麼多的 不同的宗教喔 可以呢 和合互邪啦 還有當地的福倫社的 也都可以呢 這樣來參與喔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呢 也算是這個社會的 值得讚嘆的喔 溫馨的一面啊 溫馨歸溫馨苦難人啊 未來的生活真的 還是在苦難中 這需要呢 社會愛心人士啊 要保持了這一份愛 如何呢 多數人的和合起來 為這一群人來付出 台灣去的米 那他們已經開始呢 印到了三寶岩喔 讓他們有物資 還有呢 這個需要的現金 購買這個糧食呢 在瑪麗拉也開始呢 用心在關拜 啊等等啊 這都是愛的能量啊 看到那些米這樣豐富喔 可以印到三寶岩 這樣我們也會給很安心 不過接下來呢 他們的住處呢 要如何安生 安居喔 安生活 這是未來的事 就是現在開始的事 現今的三寶岩 除了要儘快讓災民 回歸正常生活之外 還有另一件 刻不容緩的事情 就是讓失學的孩子 趕快回歸教育學習 但無奈的是 這一波叛亂攻擊 損毀了很多教室建築 目前統計師資也不足 所以楊偉順 特地從菲律賓來到台灣 向正言上人 禀報災情現況 希望能盡快協助 三寶岩的血統 孩子在菲律賓 他們去大陸 去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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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 政府可以做的 是 低胃、低胃 如果你想平衡 你必須在大陸 學院 看來好像是恢復 可是晚上都還會聽到槍炮的聲音 所以平常很多人都還不敢很自由的活動 不過回來一來就是要感恩台灣給他們精神力量的資助 同時現在最需要的那就是孩子要讀書 因為幾百間的學校都被燒毀掉了 師父常常說孩子的教育不能耽擱 所以他回來了 要來看看 因為我曾經說過 假如需要臨時的教室 我們台灣可以供應給他 我們從台灣送到新巴威的那樣的帳篷 他也看到了 他也了解 也看過那樣的大的教室 臨時教室 所以這一次楊基士回來 就要報告的 就是他們所需要的 需要一百六十多間的這樣的教室 因為很多的材料等等都是在中部裡 中部後裡也有這樣的場地 慈濟人就是聽到了有他們可做的事情 好開心喔 知道要怎麼做要規格化 集中在台中 台北的菩薩 張基士他們 用心來發明 如何用這樣的材料 不怕風不怕雨 讓他簡單大見 可以走過渡時期 兩三年時間 絕對沒有問題 就這樣 那為他們的考慮很做到 如何能通風 如何能遮雨 都是考慮得很好 像這樣的規格化 再拼 再煮 讓它規格 到時候再拆一拆 就可以貨櫃 四十尺的貨櫃 十卡位 十四十九 可以把這樣一百多間的學校 可以送達 哪裡有需要 哪裡就有慈濟人 眾志成城 三寶岩學童對於檢疫教室的需求 台灣慈濟人 亦不容辭地承擔下來 從圖面我們就了解說 很多的孔要賺 一百七十間的組合教室 就有差不多四萬隻的螺絲要鎖上去 四萬隻的螺絲等於又有八萬個孔 還有一些領主配件很多 所以說我們就想到說沒有鑽用機 可能這次的任務我們無法完成 所以說就將工廠的生產 大量生產的這個概念 把它引到我們的這個客難的工廠裡面 所以我們就將立式的鑽床 把它設計成臥室的多軸鑽孔機 變成一個專業用的專用機 用專業用機來加工 一下子就七個孔就完成了 所以等到操作手都熟練了 現在我們就是一分鐘可以加工兩隻 幾次的國機正在體驗很多 在這種很無奈的過日子當中 上人引領著我們給他們希望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也是我們很感動的地方 我們就是很急著說能夠早一天 將主的教室把它完成 然後能夠貨櫃順利的過去 這個是我們會感到很欣慰的 看多多工作 多多心 多多愛 多多愛 每個都會進入 連結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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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在一間 好 bye 我認為 非常… 一間 也不太 就很特別 tej 沒有 人們會來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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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感謝大家的努力 好的愛的人生 有這麼多人願意去為這個社會付出 所以這總是用心來轉換 中環的專立心 可以改變人性 這個寇 這才是改變人性專寇為道 這也就是人間的菩薩 這就是在人間看到心態不平衡 我們可以去提供說 佛陀所說的 一點心 對地上 一點心 是天堂 一點心是反腐 一點心是創作 一點心 一點心 所以我們現在 要怎麼分明那一點心 唯有我們就要在菩薩道中 在菩薩道中 這反腐菩薩的苦難 在我們的心裡去思考 如何來感受人生的苦難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轉人生的苦難 就是快樂的人生 這只有在角到不會的中間 一轉的就能幫助別人 那如果是另外一面一轉的就要受人幫助 總共一句就是在黏感 破散的方式補現經濟 在這樣苦難的地方 如果現經濟還是堅持在那個所在 這個時候 又是普現出了 主席為苦難人在這付出 在吉蘭中 在這富貴 這就是靈感菩薩 慈濟與三寶岩的因緣已經十五年了 因為長情大愛而緊密連結 儘管經歷貧窮與戰火 慈濟人的愛不曾遠離 在這一批簡易教室完成後 後續還有中長期計劃 慈濟人還會繼續陪伴三寶岩民眾 直到人心淨化 社會祥和 聖 W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